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月2日,我是王柯,欢迎来到可言科语。 今天我们谈新疆问题,我想分析一下新疆领导人的变化能够给新疆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去年12月25日,新疆的党委书记从陈全国换到了马兴瑞。 马兴瑞之前是广东省长,在做广东省长之前,他还做过深圳市委书记,做过广东省的政法委书记。 但是更早,他是从军工系统出身。 2013年,他从军工系统转向地方从政。 他这个过去可能在这个军工系统还是比较有成就的,所以也得到了这个习近平的重爱吧。 习近平提拔他,提拔他很快。 几年就提到了这个新疆的党委书记的位置上。 大家都知道新疆党委书记的位置很可能意味着他将被提为政治局委员。 那么陈全国离开新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次分析的重点。 我只想说,这次换来马兴瑞,一定会给新疆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这些天来,我们可以看到马兴瑞的一些讲话,表现出了一些新的思想类似。 或者说,更直接地说,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口号,叫两个通筹。 我念一下,通筹疫情防疫和经济社会发展,通筹发展和安全。 我最早看到这个发言是新疆日报的一个新闻稿,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 马兴瑞25号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待了一两天之后,马上就去到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和科尔科兹自治州进行视察吧。 我是喀什长大的,科尔科兹自治州的州的,州政府所在地的,叫阿图斯里格,实际上是喀什的一部分。 在1949年之前,它是和喀什通书一个,就喀什行政区,而更早前叫喀什道,这里的威吾尔人也最多。 实际上这个第一次东图厥斯坦独立运动,或者说东图厥斯坦独立运动,就是从这里发祥的,喀什和阿图斯地区发祥的。 这个地区也一直是民族问题,或者说民族对立问题,就是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他在这里调研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个两个通筹的问题。 新疆日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标题,来突出。 我看完这个以后,我仔细查阅了一下,陈全国过去没有提过这个口号。 陈全国只提到同筹疫情防控和经济问题,这样笼统地提到。 而他来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把他重新提出来,或者说大标题打出来。 然后我就稍微等了一下,我想看他是不是,他是一时兴起,还是继续会提这个口号。 昨天他在乌鲁木齐一些机关和一些工况企业进行视察的时候,再次提出了这个口号。 而且这个顺序和这些字眼,一个都没有变,我就知道这是他一个新的一个口号。 那个,我们再重新把它念一下,让大家听一下,它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请注意这里头,两次提到发展。 这是陈全国没有提到的。 然后是最后才提到了安全。 我们要注意,发展是提到两次,然后安全又放到最后。 也从这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就说,马兴瑞很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方针,是什么呢? 就是恐怕要把一部分的精力要集中到发展经济上来。 当然,不要这个,以为这个完全会放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 因为什么? 它仍然是把这个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它这个发展的总的目标。 他们说是总的目标,可能也说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基础吧。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提到两个通筹,是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一个辩证的一个关系应该是。 但是他能够提出来,就已经比陈全国的时代有一定的,在我看来是有一定的进步。 他知道当地的人民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过好日子,过好日子,尤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当地的威吾尔人,要必须要尊重人家的这种,有自我的这种发展的那种权利。 同时我还看他还提出这样的,就树立正确政绩,政绩观,政绩是什么呢? 过去在陈全国的时候,稳定压倒一切,完全是政治考核。 那我想他这个是正确,这个政绩观这句话听完了就知道,有人并不正确,他指的是谁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可能就指的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政绩观要得到一些修正了。 而为什么我能够做这样的判断,或者我觉得应该这样判断,是因为我看到,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在新疆的人事变动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苗头来。 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陈全国重新被选为了新疆的党委书记,这是在10月,2021年10月25日。 同时在这个时期,新调来了两个人,我主要谈一个人,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人叫什么? 这人叫何忠义。 这个何忠义,这人是谁呢?何忠义来之前,他是海口市委书记,海南省常委。 但他是2017年才到的海南省,之前他是广东省的政法委书记和常委。 再说直了,他就是马兴锐的部下,马兴锐在当这个副省长,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广东省的交通厅的厅长。 也就是说他以后可能是接任了这个,应该是在马兴锐之后的之后,就接任了这个马兴锐曾经做过的政法委书记。 但马兴锐做副省长或者做常委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他一直是在广东工作,他是从广东出身的这样的一个干部。 那么就说直就说是,他十月份来,就是为了给马兴锐打前站的。 那然后我们再往前追,实际上在2021年5月的时候,还有两个干部,也先后被派到了新疆。 一个是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大家知道浙江邦嘛,习近平也是最相信的地区,这样一个重要地区的一个市委书记,派到了新疆来做常委。 这人叫陈维俊,现在是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常务副主席,在正上应该是鼠二。 实际上从名义上是鼠三,鼠二的是一个新疆兵团的司令员,但是那人是专管兵团的, 他是管这样地方的这个事情,他是顺序上的,派顺序,他应该是鼠二的。 还有一个是从福建派来的,这人叫田香丽,这人好像是来之前,他是一个在福建做过公安厅长,这样的一些位置上来的。 这个好像还做过政法委书记,然后到这里来做的是纪委书记。 这些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这个沿海地区的一些发达城市过来的。 那也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很早前就,或者是在这个时段上, 2021年的五月的时段上,就已经有意识的可能调一些内地的经济发展地区的一些,所谓的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吧,来到新疆,也就是准备在新疆可能搞一些经济发展的问题。 这些人和陈全国的这种途径不太一样,陈全国大家都知道以前是做西藏自立区书记,他在西藏镇压西藏人有功,或者说有方,那然后被调来了。 我想可能是,已经到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做了太多了,坏事已经都让他做完了,是不是应该让他走了,再换一个别人来,开始一些,把方向稍微做一些调整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抱太高的希望,我想这个中共政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或者对少数民族的这种歧视,这种大的方针不会改变,大的方针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第一,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谈到了,两个这个平衡,两个叫同筹,但两个同筹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社会稳定,他仍然把社会稳定做一个更大的目标来看。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兴瑞在视察的过程中间,也在提到,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文化上,同化,维吾尔族,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他仍然在强调这样一点,我就顺便多说一些,实际上这个,在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并没有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更没有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样的一个说法来代替汉语。 现在是堂堂正正的用这个语言,好像非常具有正当性。 这本来就是一个对少数民族的一个预言的一个歧视。 过去,实际上是有意识地避开这种说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一直不用国语这样的语言,现在用国家通用语言,实际上用国语了。 那样的国语的时候,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就能够暴露出来。 所以过去是一直不适用的,有意不适用,现在已经开始堂堂正正的使用了。 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10月25日选举出来的新一届的这个新疆的共产党委员会的一个组成人员。 有15个常委,里头是10个汉人和5个维吾尔人,少数民族自治区,10个汉人的常委,共产党5个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这个常委。 哈萨克人是2个,维吾尔人是3个。 尽管人事进行了很大的变动,有几个人被吊走,有人都被吊进来,这样的,有些人事的进进出出。 但是这个数量一点都没有变化,仍然是汉人10人,威吾尔人5人。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个大权依然是在这个汉人手中。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疆,我以前曾经说过,从这个王振开始到今天的这个马兴瑞,应该是10个人11任了。 王岩茂因为做过两任,在中间有一段是不在。 但这里头只有一个塞福鼎是威吾尔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段,毛泽东在的那个时期。 其他的全都是汉人。 这次的新的这个常委会,因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有所特别。 所以这个新疆的这个是一个正书记,四个副书记和别的省的一个书记,两个副书记不一样。 这个正书记当然是一直是汉人了。 四个副书记里头,只有一个就是省政府主席是威吾尔人,剩下三个都是汉人。 也就是说这个新疆的大权,依然是完全掌握在汉人的手中。 同时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童话也不会停止。 但是唯一一点可以值得,也许值得让我们高兴的一点,也许能够看到一个共产党会在镇压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上, 会稍微的做一些调整,或者说放慢脚步吧。 但愿能够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是也算是一点点的这个进步吧。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进步,并不是共产党自己做出来的,自己愿意做出来的, 完全是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这个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做出来的。 因为我们从实际上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点。 2020年3月,美国的国会议员,两党的国会议员开始共同提出这个新疆法案。 这个法案最后是签署,是在这个马兴瑞上任前两天,这个拜登签署这个法案。 法案的正式名称叫防止强迫威吾尔劳动法案。 就是说新疆的商品,只要有新疆因素的商品, 一律不需进入到美国这样的一个法案。 这个拜登正式签署了。 当然生效是今年的6月,但是正式签署了。 然后我们再追上去看,新疆的一连串的人事的变动是在5月份开始的,2020年5月开始的。 2021年的3月的时候, 美国的参议院才重新把两院重新提出来不同的法案的内容进行整合,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 这才加速了这个法案的这个通过,通过的这个速度吧。 这也是国际社会针对这个威吾尔问题团结一致, 怎么向这个中共施加压力的一个结果。 更是美国政府直接做出一个行动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